内沟西在汐止与东湖交界处 长期以来遭人乱丢垃圾 再加上沿路杂草重生 在接获成情之后 今天上午议员白佩儒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改善 照片中是之前长乱的情况 沿路地面上的垃圾不少 瓶瓶罐罐还有保力龙箱子都被随意丢弃 至于另一侧靠近堤防边的杂草 不但长得又高又多 还长到了路面上来 这么夸张的情况 因为白佩儒在现场看了之后 也向公所反映 而再来到同一个现场 虽然同一个路段 两边的杂草除了垃圾也大概清了 但还是得厘清 这里到底是谁来管 因为有一段 就是不晓得权责单位是谁 然后因为这一段就是很脏乱 而且因为没有办法厘清权责 所以就无人管的三不管的地带 地方的林长有跟浮出来反映 就说这边真的很多的垃圾 而且很多人把车子开进来之后 他就顺手把垃圾就丢在这边 然后造成环境的脏乱 所以我们今天会同的水利局 还有公所 全责相关单位来去厘清 到底这个区块 它到底是属于谁管的 25号上午预言白佩儒 会同了市府水利局 公所警分局等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要厘清管理单位 而水利局也将委托公所 进一步做环境维护整理 我偷公所 钱都给他们喔 对对对 公所就是清洁队喔 没有啊公务客 公务客是 你们会外包就对了 对我们就会寄厂商 这个钱他们会给 就是水利局他们 洞会再给洞 然后车子的部分 再跟医院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 以前医院特训看 前面有车主的洞 所以以前是有啦 但是后来是因为 你看左侧那边有 室友地的地主 室友地啦 那室友地他有时候要开车 地主他开始要进出啦 所以就没办法了 水利局的水氧科呢 会委托公所呢 来做这个 这一段的清除工作 上次来就很乱 很像垃圾堆 所以已经打扫干净了 然后权责也厘清好了 然后未来呢 我们会跟地主这边 如果可以来沟通的话 我们会将前面的这个防训道路 来做一个封闭的动作 内沟西这一段 靠近吉林街的防训道路 因为位处新北台北交界 似乎成了三不管地带 招人乱丢垃圾 其中许多是进来停车 顺手丢了不少垃圾 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形 也请相关单位研议 是不是将这一段封起来 禁止汽车进入 让东湖设后门面环境更好 九层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道 优独播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